节点做法 超频放线 安装砍墙泛水板 纵向搭接位置预埋两道硅铜胶 墙面领条束缝位置 铺设EPDM密封隔热垫片 安装起始支架 安装防冷桥密封保温条 在安装第一块墙面板后 保温条经挤压变形 自然填充缝隙 将墙面板进行结构连接 依次进行剩余墙面板的安装 墙面板束缝保温装饰处理 束缝内填充密封保温条 确保了墙体整体保温性能 外侧可采用多种数项金属装饰条 保证墙体整体防水性能 墙体仰角采用特殊工艺制造的 整体式转角板 安装便捷 插接口严密 并具有整体美观的效果 女儿墙压顶采用金属板折弯成型 单件长度达9米 最大程度减少现场搭接 降低漏水隐患提高施工效率 墙面变形凤处的女儿墙压顶采用多维独特的伸缩构造 有效解决因热胀冷缩累积变形引起的搭接位置压顶板面撕裂 锚钉脱落等问题导致的女儿墙压顶漏水 墙面窗口收边处理 窗洞口收边采用多种特殊构造做法 其中多维独特的铝合金收边系统 铝合金包件采用浮碳喷涂 可与墙面板色彩任意搭配 引钉槽处设有双道EPDM胶条 彻底解决了墙面洞口的雨水渗漏分体 满足墙面整体美观要求